到家裡頭來 這次可能不夠細緻吧 第一次看到牆被打成一個洞一個洞 屋主看到這樣的施工進度 決定解約 沒想到卻是噩夢開始 水電工傳訊息恐嚇 砍斷你的手腳筋 讓你一輩子無法自理 還嗆要開車撞死屋主家人 把一些工具 一些廢棄物放在這個房子裡面 那甚至於說他還貼著符咒 來恐嚇屋主說你不能亂來 那不給我施作 我就會開車來撞你 等等的這種人身安全的 恐嚇的這個語言 事發在去年五月 七十多歲的老婦人 附了五十萬找水電工裝潢 發現對方是毒品治安人口 又裝潢爛尾 雙方解約後 控訴水電工騷擾破壞門鎖 提告侵入住宅和恐嚇罪 因為當時我都跟他講過說 我跟柳花會比別人慢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的人 就是我跟他還有關係存在 遭控水電工強調還有合約 目前雙方將對付公堂 只是無奈的屋主付了五十萬 等了半年只有裝潢半面牆 何時能入住恐怕是遙遙無期 三天新聞代表陳零